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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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鸚鵡小木屋,我是Jack 鳥堡的繁殖是他們的本能 而且繁殖期這種東西 其實也很難避免 相信螢幕前面的許多市主 遇到鳥堡發情的時候 通常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也不知道怎麼樣去應對 我們在曾經的影片也有曾經介紹過 首次發情期 相信如果大家有看過這支影片的話 也對這支影片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對發情期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今天這支影片算是更深入的解析 並且告訴你真正確切的方法 我們可以怎麼去執行 要如何用正確的方法 避免他們過度的發情 我們今天這集的影片算是進階版的 我們除了會教大家如何避免鸚鵡過度的發情 也會告訴大家如果鳥堡現在已經過度的發情的話 我們應該要如何處理 在今天影片開始之前 跟大家宣布一個消息 英武小木的官網已經正式的開幕了 如果我們在英武小木的官網上面購物 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第一個運費的部分 是比所有的購物網站都來得便宜的 第二個我們也會時不時的進行買飼料送玩具的活動 像是上個禮拜我們開幕的那天 就釋出了20個名額 馬上就被搶光了 在這邊也非常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要趕快去看喔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在進入主題之前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如果各位還在家裡發現了公鳥或者是母鳥發生了以下的動作 那就代表鳥堡已經開始發情了 以公鳥來說 公鳥通常會用他的屁股去磨任何的東西 可能是手或者是玩具等等 而且摩擦的時候他們的屁股會隨之搖擺 結束的時候也可能會有極微量的液體流出 至於母鳥的部分他們就會把他們的屁股抬高 並且翅膀也會震動發出一個發情期嘎嘎嘎的聲音 不過其實也是有鳥有遇到母鳥也會開始摩擦物品 這些情況都是有發生過的 更也有發現公鳥會把自己的屁股抬高 並且進行正翅的這個動作 甚至在鳥類的社會也曾經出現過同性交配的行為 因此鳥堡的發情動作並沒有辦法確切地知道他們的性別是如何 這些動作只是讓我們四組知道鳥堡已經開始在發情的狀態了 如果大家想要更清楚鳥堡的性別的話 還是要進行DNA的檢測才是更加準確的方法喔 好的那介紹完鳥堡發情的動作 我們就趕快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我要跟各位介紹要避免鸚鵡發情的五個方法 第一點的部分 我們要盡量去避免觸摸鸚鵡的頸部以下的部位 我們如果要跟家裡的鸚鵡培養感情 不觸摸他們其實是不可能的 我們都知道 但是在大自然當中 鸚鵡之間互相禮貌這個行為是非常親密的行為 尤其是對於單獨飼養的鸚鵡來說 他們常常沒有分辨誰是情人誰是主人 尤其是他們頸部以下的部位又更加敏感 因此我們也是要盡量去避免觸鸚鵡頸部以下的羽毛部分 這樣子就可以比較不會引起他們發情的動作 第二點我們要給予他們比較清淡的食物 油脂含量高的食物特別容易引起鸚鵡的發情 沒有人說這些油脂含量高的食物是鸚鵡的催情劑 像是所謂的蛋黃粉以及芝麻、泥日子等等 都是在鸚鵡的食物當中油脂非常高的食物 此外還有像是堅果類、火麻以及我們所謂的白花籽 還有油菜籽、南瓜籽 這些食物也都是很容易引起鸚鵡發情的食物 不過鸚鵡他們的飲食當中也是需要油脂的 除非是鸚鵡已經過度的發情或者是過度的發胖 不然我們以上講這些食物還是都一樣可以去給予 只是說我們比例也要做一些調整 如果我們平常給鸚鵡的飲食太油的話 不只會造成他們過度的發情 更有可能出現的問題就是發胖的問題 導致他們的健康受到影響這樣就不好了 如果各位想要給鸚鵡更健康的飲食 也是有一個方法就是將這些種子發芽 因為當種子發芽之後 他們的油脂含量就會大大的降低 並且他們的營養成分也會比他們在未發芽之前來的高了許多 將種子發芽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也是給鸚鵡他們的飲食更加不錯的方式 好了那第三點我們可以去避免鸚鵡發情的方法 就是多帶鸚鵡出門走走 我們如果多帶鸚鵡、多帶鳥寶出門透透氣的話 他們就可以比較轉移他們的注意力 也不會因為長期待在一個單一的環境 而就很無聊甚至到想要發芽的狀態 常出門也一樣可以降低他們對外部環境的一個敏感度 也讓鸚鵡他們在習慣之後 比較不容易這樣緊張兮兮的感覺 如果家裡的鳥寶沒有習慣出門也不需要強迫 我也可以調整成在家裡放風的時間變長 意思就是不要讓鳥寶在籠子裡面太久 常常在籠子外面探索 就可以大大的轉移他們的注意力 對於他們的發情也是有不錯的改善效果的 第四個方法就是我們可以將鳥寶分籠來飼養 分籠這個重點除了是把公母分開來養 可以去降低鸚鵡發情的機率之外 當然這樣子的方法也可以避免他們搶下鸚鵡寶寶 也可以避免他們在發情期的時候 脾氣變得比較暴躁跟同伴打架的行為 也有許多案例提到他們在發情期的時候呢 他們的性情會變得非常的奇怪 通常跟同伴約半好好的 到了發情期都很有可能會打架 互咬甚至造成其他的危險其他的傷害 這些也都是我們不樂見的情況 這些打架的行為大多是鸚鵡發情期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脾氣暴躁再加上靈域性變得非常非常強 而導致他們開始互咬造成他們的危險 更嚴重還有可能會咬死同伴造成生命上的傷害 鳥類他們在野外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用聲音來溝通的 所以說如果兩隻鳥寶分龍來飼養 他們還是都可以聽到同伴的叫聲 所以不見得說我們一定要把全部的鳥都養在一起 或者是說他們在放風的時候 一樣可以看到其他的同伴 他們的心裡還是會很安心的 所以我也沒有推薦各位一定要把鸚鵡都養在一起喔 第五個可以避免他們發情的方式 就是我們要移開龍內任何像潮箱的物品 什麼是像潮箱的物品呢 比如說所謂的帳篷 很多人都喜歡在籠子裡面放帳篷 像是冬天的時候如果有帳篷 他們躲到裡面比較不會冷 這個東西沒有不好 但是他們在發情期的時候 看到這些東西其實會加劇他們發情的反應 還有比如說像是一些布 出來放風的時候一些紙盒 最重要的一個魔王關就是潮箱 如果他們有看到潮箱的話 是特別容易引起他們發情的 因為他們天性的反應看到適合煮草的東西 就會想要生蛋 想要交配 想要煮草 如果比較嚴重的話 有些母鳥甚至只要看到潮箱 就會一直頻頻進去下蛋 而過度的發情 頻頻的下蛋 不只有可能造成他們卡蛋的危險 生蛋這個動作其實對他們來說 也是非常非常耗體力的 有可能會讓他們的體力透支 鸚鵡在野外不見得是每個鳥種都會自己煮草的 像是合照的鸚鵡他們就是標準會自己煮草的動物 但是我們常在講的愛情鳥 他們都其實是喜歡住在啄木鳥啄過的這個樹洞裡面 這個洞穴 這個樹窩當作他們的草 而這樣子的一個草穴 主要是想要避免一些猛禽類的攻擊 或者是其他天敵的攻擊 那我們農養的環境裡面當然就沒有這些危險 所以說草箱這個東西它的重要性就會慢慢的降低 不見得那麼需要放草箱在籠子裡面 如果放草的時候 他們開始進入發情 生蛋的時候 只要人靠近他的草穴 其實鳥類都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兇 它會把人趕走 他們不想要人類靠近他們煮草的範圍 相對的他們的領域性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強 以上這五點就是我幫各位整理 我們要避免鸚鵡發情的五個方法 那如果鸚鵡他們已經過度的發情 我們應該要怎麼辦呢? 接下來的影片我會告訴大家幾個比較常見的狀況 還有我自己是如何應對這些問題的 並且我也會結合自身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遇到這些狀況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處理 第一點 母鳥頻繁的下蛋 飼養到母鳥他們開始頻繁的下蛋 這個問題確實是困擾了非常多的鳥幼 生蛋雖然是母鳥的本能 不過其實生蛋是一件非常非常耗體力的事情 老寶在生蛋的期間抵抗力都有可能會下降 生病的機率也就提高了 體力的部分也會跟著下降 在這個時候他們會變得比較容易感冒 甚至說更嚴重的也是很多鳥幼會發現的 他們在生蛋的時候非常容易出現卡蛋的問題 卡蛋也是非常具有生命危險的一個意外 因此除非你真的真的很想要繁殖 否則如果你可以足以吃鳥堡生蛋的話 也就要盡量避免鳥堡他們頻繁的生蛋 我們建議你可以先從他們的飲食以及他們的生活環境 來改變他們的作息 飲食的部分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 要給他們吃清淡一點盡量不要吃太油 那些高油脂的堅果類我們可以先盡量的避免 還有母鳥的鈣質補充也是非常重要的 鳥堡他們生蛋的蛋殼是由鈣組成 缺鈣嚴重的話 很有可能會導致鳥堡嚼軟 或者是站不起來 甚至說生軟蛋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不知道鳥堡什麼時候會下蛋 如果各位是養到母鳥 平時就要給他們多補鈣 補鈣之後也要記得曬曬太陽 才有助於鈣質的吸收 如果說我們平平給他們補鈣 但卻沒有曬太陽的話 其實你吃再多的鈣都是沒有用的喔 那至於環境做息的改變 我們前面有提到 盡量不要放那些像潮箱的物品 第二個重點就是他們的玩具 我們可以常常更換擺設更換玩具 讓他們感覺這個環境是一直在變動的 沒有那麼適合煮潮 不過各位發現我們這樣子一直改變環境 還是沒有辦法達成效果 其實各位也可以帶鳥堡去瘦醫院 資訊有一個東西叫做賀爾蒙針劑 這種針劑可以大幅的改善鳥堡的發情行為 不過這種東西的使用 就是要經過瘦醫師專業的評估之後 他們也會給你一個最正確的判斷 最正確的建議 也不是所有的鳥堡都適合這種治療喔 那至於生活作息上面的調整 我們可以讓他們增加睡眠的時間 比如說晚上早一點關燈 早上的時候晚一點再掀開籠布 這些小技巧也都是可以調整的 因為他們作息的方式喔 第二個常見的情況 是公鳥的問題喔 公鳥常常因為他們過度的發情 過度的磨屁股而導致他們破皮受傷 過度發情的公鳥 他們可能會一直一直摩擦物品 甚至嚴重的時候會讓自己受傷 但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要怎麼處理呢 首先我們如果看到他們摩擦什麼物品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那些東西先清走 或者是讓鳥堡遠離這樣的環境 還有跟上述講的一樣改善他們的飲食 我自己是認為也可以利用都帶他們走走 來轉移他們的注意力 在他們去一些他們沒有去過的地方 讓他們忘記他們在發情的這個時候 回到家之後他們也累了 就只會吃飯休息 比較不容易進行發情的動作喔 但是如果你真的發現鳥堡 他們摩擦的問題也非常的嚴重 而且時間也非常的長 有時候可能不單單只是因為發情 有可能是因為他們身體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 而用摩擦的方式來舒緩他們的情緒 建議各位如果真的發現這樣的問題 還是要帶到受益院檢查喔 第三點如果遇到鳥堡情緒開始暴躁的時候 過度發情的時候應該要怎麼辦呢 鳥堡他們在發情期的時候 開始變得脾氣非常非常的暴躁 想必也是令各位鳥奴最擔心最煩惱的事情 此時我們可以用的方法就是多跟鳥堡互動 用一些玩具多跟他玩 在這邊我自己就認為 可以多跟他們玩一些訓練的遊戲 總天幫他們做一些小訓練 不只可以讓鳥堡不會感到無聊 也可以轉移他們的注意力 他們在訓練遊戲的時候 可以得到瓜子作為獎勵 他們對人類的信任感也會加強喔 還有我們可以更換他們鳥籠擺放的位置 我們如果時不時的改變鳥籠置放的位置的話 鳥堡他們在這個時候 就需要重新去適應新環境的擺設 也就沒有辦法那麼快的 把這樣的新環境當作自己的領域 不過這種方法比較不適合用在個性 比較容易緊張比較容易緊迫 或者是因為心理性的因素 而進行咬毛的這樣子的鸚鵡上面 以上的內容就是跟各位介紹 過度發情的鳥堡可能會發什麼情況 以及我們應對的最佳方法 影片看到這邊相信各位也會有個疑問 鳥堡如果真的發情的時候 我們應不應該幫他們找一個伴呢? 其實我自己是認為是不需要的喔 因為找另一伴 還要考慮到合不合得來的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幸運的話 合得來它可能就會導致他們更常發情 也更加無法緩解發情的狀況 如果合不來的話其實也更麻煩喔 次主要去面對的就是鳥堡可能會互相攻擊 互相佔地盤 甚至互相咬來咬去 這樣子的問題都是非常麻煩的 我們會希望面臨的事可能放風的時間也都要隔開 或者是鳥堡他們因為心情感到非常的壓迫 非常的緊迫 而造成其他行為異常的問題 所以其實不見得一定要幫鳥堡找到另一半的喔 影片的最後我幫各位複習一下這一集的重點 第一點 我們不要去觸摸鸚鵡頸部以下的部位 避免他們發情 第二點 他們的食物要給清淡些 油脂含量過高的食物是導致鸚鵡發情重要的因素 而且更容易引起他們發胖的問題 第三點 轉移鳥堡的注意力 我們可以帶鳥堡出門走走 如果容易緊張的鳥堡是不需要強迫他們出門的 但是我們可以加長啊 我們在給他們家裡放風的時間 第四點 我們可以將鳥堡分龍來飼養 這樣子的方法 可以避免他們因為發情期的領域性變強 而造成打架的事故 第五點 龍內不要放任何的潮箱 如果有潮箱的話 是更容易引起鳥堡發情的 現在的寵物鳥已經沒有那麼必要去躲避野外的天敵了 所以潮箱的有無就顯得沒有那麼重要 第六點 鳥堡不論有沒有生蛋都要記得補蓋 補蓋的方式也可以使用所謂的墨魚骨 或者是墨魚骨的玩具 可以讓他們在啃藥的同時補蓋 因為我們都不會知道母鳥他們會在什麼時候下蛋 第七個重點 我們可以增加鳥堡睡眠的時間 讓鳥堡早睡晚起 這樣子延長他們的睡眠時間 也可以避免他們發情喔 第八點 我們可以時不時的改變龍子的環境 或者是龍子擺設的位置 我們讓鳥堡一直重新的適應新的環境 那這個方法我們也提到了 如果家裡的鳥堡比較容易緊張 就比較不適用喔 以上介紹這些方法 如果真的都沒有效的話 還是一樣建議各位 帶到獸醫院給專業的獸醫師進行診斷 來提供給你更加專業的方法喔 其實要完全的避免發情 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利用以上講的這些方法 來去盡量減低他們發情的機會 或者是我們可以去緩解他們發情的行為 鳥類牠們不像貓狗 可以用結紮的方式來避免發情 所以說我們各位鳥堂 就必須更有耐心的用更多的方法來嘗試 反而我們的耐心 仔細的找最適合自己家裡鳥堡避免發情的方法 當然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避免他們過度發情的問題 如果各位還有其他鳥堡發情的行為遇到的問題 或者是其他治療的經驗 也都非常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區跟大家分享交流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嘍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並且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各位有任何添購鳥堡商品的需求 或者是需要添購任何專用的鳥飼料的話 也都非常歡迎各位到鸚鵡小木的官網去看看 如果你是忠實的觀眾或者是養鸚鵡的新手 也非常推薦你加入鸚鵡小木的會員 來得到更專業更一對一的問答服務 此外鸚鵡小木的IG以及臉書的粉專 也都會更新最新的動態的消息 大家也可以去追蹤一下喔 我是Jack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